你好,欢迎收看4月1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吕慧 2023环花东自行车系列活动,15号一大早是在花莲的南宾太平洋公园出发 包括了花莲市长徐中卫也都率领了局处首长组成193铁骑队来参加 和15个国家共2500位的车友一起享受花东山海美景 在2001年4月21日,世界地球日创办的环花东自行车赛系列 今年迈入第23届 今年受疫情影响,终于在疫情趋缓,国境解封后 迎来2500位15个国家的选手来到花东两线比赛 15日一早从华莲南宾太平洋公园出发 包含县长徐中卫也率领局处首长组队参加 我从台北过来 你第一次参加这个吗? 对,第一次 你知道要骑多久吗? 我希望可以,听说听说听说,下午会下雨 然后我希望能够在下午之前骑完 真的啊,那有没有心情骑完啊? 当然有信心啊 好的旅行,安全旅行 我会见到你到最后的线 我非常幸运地在这里 我看到台湾不是只有骑驼 但也就是骑驼人 我感到骑驼人 这次骑驼车已经位为风尚 尤其是花东县是最艰辛 但是也是最漂亮最宜人 所以再一次欢迎大家 在这个两天的赛程中能够非常的拥有自在 跟自己的内心挑战 跟自己的梦想挑战 还有花联县政府团队193团队在哪里? 我们花联县政府为自行车成立了193车队 在我们左边 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一次 跟大家一起来出行 所以祝大家健康开乐 完赛是勇士 完赛是英雄 参加是勇士 首战15日由花联出发到台东都立 周日由台东出发到花联 两日挑战有11小时的骑程时间限制 今年以自我挑战完成为目的的 环花东365挑战组 有多达250个来自全国的俱乐部或团体报名 包含联合国6月3日世界自行车日发起人 波兰的莱谢克希比尔斯基也参与赛事 共同见证台湾自行车休闲运动 与观光发展的自行车活动 记得蒋邦彦女士报导